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你说你有办法见到温玉良教授 我怎么不信呢 神经病学年会 即将于下周举行 给你HD科三九 三七临床实验成果分享 到时候 当着全国专家的面 温玉良教授不可能回避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我一个本科生 怎么混进去 神内的顶级专题讲座 谁说你要混进去了 我带你进去 你一个外科医生 凭什么见人家神内的专题讲座 因为你男朋友 是无所不能的顾云珍啊 我和以前霍布金斯的同事 合作了一个 关于亨廷顿舞蹈证的课题 课题申报的项目书 刚刚提交国资兰基金 中外合作项目 所以我也获得了参会资格 你跟老外合起伙来 骗国资兰基金呢 这基金申报 就没有禁掉之类的吗 这怎么能叫骗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当然有问题啦 你研究交支流都已经九年多了 不管是高分论论也好 专题讲座也好 都是有关交支流的 还有你那个国资兰课题 都已经快出成功了 一直都被视为交支流领域里面 最有前途的研究之一 怎么可能有精力去研究两个课题 更何况是从您开始研究 很停动不到这儿 怎么可能会有人吸引你的鬼话 真是对我了如指掌啊 苏瑞 你这么关注我 我很开心 我 我就随便了解了解 重点是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以为重点是 可以直接和温教授对话了 不讲无德 说我一个文人 不讲什么无德 再说了 我为了获得年会的资格 辛辛苦苦写了这么久的课题申报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难道不该被奖励吗 原来你最近起草贪黑 就是为了这个 我呀 现在算是发现了 你就是吃软不吃饮 对你啊 就得用苦肉鸡 以前我总是只做不说 是因为怕你有负担 我现在就认为 有负担才好 好什么 你有了负担 就不会不高而别了 这么基础 原来你是这样的顾老师 没办法 我是真的怕了 我总觉得 你亏欠我越多 才越不舍得离开我 都怪我 以前不应该一句逃避 对啊 对啊 我这颗心 是一瓶一瓶瓶回来的 你一定要好好恒乎我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不高而别了 嗯 起码 你放心吧 苏维安